一个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 上星期日曾经到过西九龙捐血中心捐血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说 那个捐血者今个月5日下午 曾经去到位于海亭道 红十字会总部六楼的捐血站捐血 他昨日确诊新型肺炎 输血服务中心正跟进个案 中心说为了应对疫情 已经采取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 所有曾经来港的人 以及与确诊个案有密切接触的人 要暂缓捐血28日